我覺得現在大家是備账狀態 那我覺得因為已經快到比賽期了 沒有說好不好就是把表現 把最好的表現出來就好 那最後的部分,在日後的部分 希望你的加強是如何? 他剛好想到防守,那你們怎麼去?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籃防防攻的那個得分率太低了 我覺得在日後的訓練上 就可能要再加強一下 對 自己的傷都還好嗎? 其實我是才剛歸隊 沒多久,不到一個月 那雖然現在的傷勢 我還可以在掌控當中 我覺得恢復的差不多七八成或六七成 那我覺得 再給我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吧 我會好好的就是把之前的感覺找回來 對 各位隊的感覺,哪在跟夥伴呢? 其實 各位隊的感覺當然是很開心啊 因為我已經算 快一年沒有跟球隊一起訓練了 那就是我可能前陣子 前幾個禮拜才剛回來 跟球隊一起去訓練 那我覺得心情是開心的 那我會就是以最快速度 把以前的那些球感啊 對球場的那種 節奏啊,或者是比賽的節奏 趕快找回來 對 所以你說跟男生練習啊 增加你們的對抗性 那你覺得這個效果跟不了了看 其實我跟男生對抗是從09開始到現在 就已經一直在對抗到現在 那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會怕 可是到最後的時候 就是不要怕 就是球來就打 因為 畢竟男生的球跟女生的球是速度啊 力量是完全不一樣 可是去到國外的時候 有些球隊都是會比男生的球數還要重 所以在對方上的時候 我們要就是更努力的去適應 男生的球數跟球職 對,這樣我們才比較好 應付在別的國家 因為雅井賽跟次大運滿近的 那教練是說雅井賽代訓 那目前在個人的調整上還OK嗎 在我個人我覺得我的體能上 要再提升一點 因為我才剛回來 所以體能上可能有點 比較比技術上還要再弱一點 所以我可能體能上 或是中訓上會比較多要求自己一點 對,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你有體力才有技術的發揮 對 那過去幾屆世大運都有參加嗎 那可能年紀的關係 可能這一屆世大運或是最後一屆參賽 剛才在台灣比有什麼想法嗎 當然在我們自己祖國在比賽 我覺得就是以平常性面對吧 那也會把我們最好的發揮出來 然後給自己的國人看 然後也不會讓他們失望 我們會很努力的拼搏每一場比賽 對 之前有看到消息說 有可能世大運打完就 這是有確定了嗎 還是現在還沒有 現在其實 退不退 其實還沒有到很確定的一個答案 對 就是 一步一步慢慢來吧 因為 畢竟 世大運打完 我還有四景亞洲資格賽 所以就是 今年的賽事先打完 那 以後的事情就再慢慢規劃吧 對 可是 也不會太快的 離開 對 對 對